今天我要來挑戰一個就是說 如果在紐約 一整天吃跟就是在台灣類似的東西的話 這樣要花多少錢 所以我打算點火腿蛋 然後朋友要點皮蛋瘦肉粥 我買好了 這個很便宜耶 我們總共買了兩份早餐 然後我也買了一杯飲料 這樣子才12.5塊 我點的是火腿蛋有兩盒 它是一片把它切成兩個三角形 但看起來還蠻好吃的說實在的 它蛋黃烤的還蠻好吃的 嗯 喔 很好吃 這是我朋友Ryan點的 腸粉 哇這腸粉看起來很好吃耶 其實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其實真的很划算耶 對啊 你看皮蛋瘦肉粥也看起來很棒 5.2有皮蛋瘦肉粥跟腸粉 然後我的是 好像是6點多嗎 就是我還加這個飲料 而且今天天氣很好 今天算是最近溫度最高的一天了 現在應該有6度喔 它這個奶茶其實不錯喔 沒有很甜 很適度的甜 你看 我們在常人街發現了一些中華民國的國習 可以好好宣揚一下我們的國威 我們現在在台灣Bear House 從台灣回來之後就是很懷念台式的味道 所以今天午餐就是台灣便當 你看有雞腿飯包喔 OK 很多台式的東西也太棒了 這就是我要的台灣便當 這個小男子也很酷 你說這個嗎 這個是這個蛋嗎 滷蛋 吃雞腿配肉呢 這樣也有人拿了我的高麗菜 會燙嗎 還好 好吃嗎 就是高麗菜 鹽酥雞耶 這個排骨真的就是台式排骨 這是高麗菜就有台灣的感覺 這是常人街最貴的午餐 因為其他的店 那如果你八 七到十塊 如果你在曼哈頓其他地方吃 嗯 你覺得午餐大概是多少 應該十到十 嗯 他在拍這個春聯嗎 他在拍模特版 這裡很多模特 酷喔 前面好像有圓外在發饅頭了 好多人在排隊 現在有什麼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正在發生 好擔憂啊 FOMO 這麼愛西裝的人 好緊張喔 就是夾男夾女 七夭夭是一個很悲哀的 喔 台灣的七夭夭很受歡迎的 對 他就是沒有九夭夭那麼悲 哈哈哈哈 就差一點點 就差兩份 我在台灣 主體研究生的時候 通常買那個 Onigiri 很好吃 沒想到 都一個一塊錢 那這裡有什麼好吃的嗎 我感覺他們的食物都 都看起來也蠻可怕的 欸 這個可以 欸 好好 好可怕 五塊五好 有點貴 喔 而且感覺很難吃 我上次在機場看到這樣子的三明治 十一塊十二塊 我氣死了 我就沒買 台灣有會賣這個水果盒 只是 這個怎麼這麼貴 不會這麼貴 五點九九 可是有這個啊 很多這個私樂冰 而且有藍色的 好像台灣沒有 好 我覺得我在美國一個不習慣的地方就是 飲料 對 沒有我想喝的飲料 上面有茶 但是也很難喝 零食的選擇也是 感覺 不太喜歡 這個豬皮可能比較好吃一點 對 哇 你看巧克力跟烤薑糖有這麼多 沒有很厲害的品客耶 披薩口味 6.99嗎 也是蠻貴的 但是我在機場買過9塊錢的 其實在美國很難得會走進Seven 就是Seven也很少 就是Seven也很少 所以很難有機會去買 紐約人一般來說 接觸那個 Daily啊 或是Corner Store的機會 還比接觸Seven多 好喝嗎 菜一塊錢 那應該不好喝 還有什麼期待 我們到了 紐約的五十蘭了 這蘭太多了吧 進不去啊 它現在是十五個啊 那我們等一下好了 這邊好像只有賣這種珍奶 就是 這個顏色的珍珠 它沒有台灣那種黑珍珠 Golden Bubble Milk Tea 大杯七塊錢 黑糖牛奶是最貴的 這邊點餐一個人大概要花 一分鐘以上 台灣應該是十秒吧 飯糖去冰 珍奶不會糖少冰 綠茶微微 綠茶微微就結束 所以台灣效率還是比較高的 民眾對於珍奶 要先學習一下 以後他們可能會發展出 簡稱的方法 可以喝25%的糖 和少許的飲料嗎 可以喝50%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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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幾點卡耶 滿8杯可以喝免費的飲料 這所謂的雞巴餅 呵呵呵呵 我們買了一杯珍奶 因為我們都吃不下 我們都吃不下 台灣人怎麼一天都吃這麼飽啊 對啊 而且這杯珍奶台幣算起來是200多塊 其實很貴 很貴 真的 7.64加稅7.64 是不是有點太貴了 200 你喝喝看喔 你沒喝過 我為你喝嗎 你有吃到嗎 不錯 還不錯齁 其實還不錯吃 但是 真的有點貴 我覺得我平常我也捨不得買 7塊錢你可以買一個很大的漢堡 呵呵呵 剛剛我旁邊這位美國人提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 雞尾酒跟這個價錢也差不多 對 就是最基本 基本款的雞尾酒 我們要抵制 抵制珍奶嗎 改喝雞尾酒 我覺得珍奶的那個膨脹率太誇張了 應該 應該抵抗 應該要抗議一下 應該在前面 遊行 下一次我們的活動就是來這邊抗議 抗議珍奶太貴了 我們也有喝珍奶的權利 就是 抵制珍奶 5$ 對 或2$ 或4$ 所以我們晚餐就決定來吃一下熱潮 這樣子 我對這個圖案很有興趣 這讓我想到 明星三缺一 還有火鍋 火鍋 這什麼 豬血糕為什麼是14塊 是一盤嗎 我覺得他們豬血糕蠻 拿不到的 那來試試看 有昌銀頭 三杯雞 台灣啤酒要沒有 一瓶43 7塊 這個盤子倒是蠻台灣的 可是裝小黃瓜的小菜會用這個盤子 那種結婚那種 結婚的盤子好像是稍微大一點 上面會有秀文字 廚師的名字 看看 姓氏 我們現在三個人都很疑惑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真的是甜不辣的 這看起來很像豆干對不對 我覺得好像蕃薯 這個是 泥豬血糕 這個甜不辣的長相 有點 讓我們困惑 那或許它味道很棒 它不會很好 可是為什麼它有這種臭豆腐的味道 你的表情很奇怪 我們來吃肉好不好 我覺得很硬核 這個味道 很硬核 感覺那個醬 有點問題 對 就是我剛才表情怪怪就是因為這個醬太重了 那什麼醬啊 重口的醬 對 到底是什麼醬 有點泰式那種酸酸 酸辣 酸辣番茄醬 這個醬很奇怪 對不對 這醬太奇怪 我試試看不要吃醬看看 只是這個 對這個踩到地雷了 有點不夠Q我覺得 它魚醬很多 太鬆了 對 這個好 可以嗎 豬血糕可以 這個甜不辣是10塊錢 豬血糕是14塊 是好吃的 是好吃 對不完全像 台灣的豬血糕在比較 Q 比較Q 比較綿一點 看起來好像蠻到底的 可是有點感覺會有點辣 都是辣辣的 對 這種吃不出味道 可能這味道太重了 對這個 淡淡的 沒有味道 客家小草的那個 大概的形式有抓到7分 味道也有7分 但有個東西這邊 客家小草都不會放 魷魚 客家小草其實要放魷魚 對 我會給他80分吧 豬血糕比較不像 但是因為他味道比較夠 對 豬血糕可能可以給他個 89分之類的 我點了甜不辣 吃 甜不辣 甜不辣 甜不辣應該我會給他60分 有幾個 這樣在這邊打卡嗎 對啊 他魚漿可能用的很用心 太對 用太多了 我們早餐大概一個人吃6塊錢 中餐一個人吃13塊吧 然後 晚餐這樣一個人算大概 也是12塊左右 其實很便宜啊 在紐約算便宜 在紐約真的算便宜 但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還加消費吧 一個人可能會到15塊吧 會不會 15再加13 23 2加6 你還加奶茶 38 吃三餐 對 好像也蠻便宜的耶 請問你一場的補貨 對 我們晚餐其實是很少 對 這其實是比較少一個 所以今天雖然說是 在紐約一天的花費 但是其實算是 比較平價版本的花費 對 平常在紐約吃一天 有時候不會這麼便宜 對 三餐的選度是一餐的錢 今天我們基本上還算 都有吃飽啊 真的很好 對 只是口味 跟我想要想念台灣還是有段差距 對 其實最接近的可能是 珍奶 最接近台灣的味道的是珍珠奶茶 對 在台灣這個多少錢 一個天不大 三片十塊 每一天大概這麼大 對 然後三片十塊錢 多 十塊台幣 對 一片十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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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十塊錢